我们今天来讲 明知道对方刻意要陷害你 你有看过一个男人为了钱 把自己的老婆搞疯的吗 故事大约是这样子的 一个男人看上了一个老女人的钱 跟他谈恋爱之后 没多久就结婚了 想当然那男人开始就一连串的计划 要让那个女的变成神经病 有一天那男的故意让那老女人 发现他在更年轻没讲电话哦 说好的去车旅馆呢 果真一切如那男的想的一样 那老女人跟踪到他去车旅馆等 直到他结束 不是那男的聪明 而是那男的利用了老女人的爱 可恶 在路上巧遇着这对夫妻 男的脸上一脸当然是一点问号咯 接下来都猜到了吧 没错 那男的用惊讶的表情 看着那个老女人 想开口跟那老女人解释 老女人问 他是谁 年轻妹又问 他又是谁 老女人这时偷也不回的往车上走去 开始要回家 想当然男的要跑过去追啊 要解释啊 回到家之后 男的就开始安抚那老女人 说着一对男人都会犯的错的一对狗屁对话 老女人信啊 不信那人怎么办呢 都结了 老女人就是这样的认名 隔没多久 男的就在房间里装隐藏室射痕机 想要监视老女人的一举一动 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抹黑他 说他是不是又忘了 你之前做过了你又做过了等等 就是为了要让他去看医生 有医生的证明 他精神不好 有精神疾病的症状 对外就是一个好好的先生 在家的时候不时用隐藏室的 隐藏室恐吓他 威胁他 什么是隐藏室呢 这种伤天害理的桥段请自行补脑 纯妹就不说了 之后那老女人受不了精神虐待 终于报警了 嗯应该说那老女人受到了惊吓而报警 老女人看到那男的在大半夜磨刀 嘴里还顺念的说要杀了那老女人 因为他一直不相信 他对老女人是忠心的 当男的知道老女人看过之后 立马跑上去睡 回到刚老女人报警的画面 男的带着睡衣下楼 看到了警察的出现问 发生了什么事 老女人一脸惊恐的样 更增加了那男的邪恶心的信心 男的跟警察慢慢的说 其实他很累 因为他们的岁数差很多 老女人疑心病又重 以为我要他的财产 又说我在外面找年轻妹 不要他 带着失望又贴心热脸说着 最近老女人还去看精神科 都是我陪他去的 不信你们可以去查 废话 你不陪他去怎么知道进度 就这样过了一个 惊险没事的月了 讲到这里 已经超出淳妹认知的范围了 若你有个好的结局 请自信扑脑 或是留言给淳妹知道